朋友们好 我现在在我们这儿的大山里 之前咱们的蜂蜜就是这个大山里产出来的 这个山特别特别大 这么好的自然资源浪费了 实在太可惜了 我想之后咱们一定要把它好好地利用起来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是在这儿养蜜蜂的 之前的蜂蜜都是他的 我家这个叔叔岁数也不小了 我想跟他把养蜜蜂的手艺学下来 等学会了 我要把这块都放上蜂蜜 叔叔在那边干活呢 咱们过去帮忙 这就是我叔叔 我咱们要先打帐篷 这是第二件 现在把这块停一下 先把帐篷搭起来 这个是野生三枣树 叔叔,家里是不是快下在这儿得量了 到土屋了 沉花这么几天量 现在有土屋 我咱在那天我与你逢人啥品种的 是义蜂,以大利 原来几口是义蜂 哦,义蜂 养蜂的知识还真不少 刚跟叔叔学了一点 以前咱们的蜂是啥蜜都采,分不开 现在咱们要养的蜂是义蜂 它会采单蜂 枣花的时候它就是枣花蜜 槐花的时候就是槐花蜜,能分开 我按在这儿现在需要多少工作 现在就是除了畅地 把蜂蜂架里边弄出来 分别很繁,繁索 现在主要问题就是以繁索为主 繁紫的蜂 把蜂繁起来洋范去 咱们的简易章棚马上就要搭好了 后边这房子属于微房不能住人了 这个村子本身就不大 好多人都已经搬迁走了 就剩下几乎一样养的大爷了 咱们把这个绳子固定好 这个帐篷就弄好了 这个叔叔也是养了好多年蜜蜂的师傅了 不安静的蜜蜂呢 下这个 然后以后要向您学习经验里 那才开始销链 以后我们事就下来 咱们把这块的草除一下 完了,蜂香就放这块了 朋友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放水的水窖 就是山上吃水不方便 一次性拉好多 就放在这个水窖里 吃水的时候再用水泵抽出来 咱们把这边草除一下 今天的任务就是把简易房子搭好 把这块的草除了 一两天就可以放蜂香了 等气温合适了就可以预蜂 之后咱们的视频就在这拍了 希望朋友们继续支持我们 咱们下个视频见